這聲音啥玩意兒?我也不知道啊 Pull up 什麼意兒?Pull up 怎麼回事? 1993年11月13日上午9點50分 一架從沈陽飛過來的邁道八二型科機 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他在北京加油,重新上下課後 準備在飛往烏魯烏騎 這趟航班就是中國北方航空6901航班 搭載著92名乘客以及10名機組 駕駛艙中有4個人 坐在左側的是43歲的副機長 擁有4620個小時的飛行時速 4年前改飛賣到八二 這趟航班他主要負責操控飛機 坐在右側的是53歲的機長 擁有15692個小時的飛行時速 5年前改飛賣到八二 這趟航班他主要負責通訊與監控儀表 坐在後方的447歲的機械師 擁有14046小時的飛行時速 4年前改飛賣到八二 坐在機械師旁邊的是30歲的見習副駕駛 擁有1053小時的飛行時速 正在學飛賣到八二 駕駛艙的四位機組 飛行時速總共加起來超過了35000小時 在經過了一個小時的休息整頓後 於11點06分 中國北方航空6901航班 從北京國際機場起飛 飛往3000公里外的烏魯木齊國際機場 下午2點33分 中國北方航空6901航班 與烏魯木齊的管制中心建立聯繫 他們預計使用儀器降落系統降落 機師只需要接收來自機場的訊號 飛機的自動降落系統就會自動對準跑道 並按照下滑道自動降落 此時機長回報管制員 他們已經接收到儀器降落系統的訊號 正開始自動降落 這時候管制員說了一串專業術語 目的是要提醒即時調整飛機的高度計 其中高度表波正值並不是標準術語 管制員想講的是修正海平面氣壓 修正場壓後 高度表顯示的是飛機離機場地面的實際高度 而修正海壓後 高度表顯示的是機場的海拔高度 大部分的飛機高度表都是以海拔高度為主 因為如果是在山中的機場 這樣子才知道自己離山頂還有多遠才不會撞山 但6901航班決定以廠壓為準 這樣子高度表顯示的是飛機離機場的實際高度 修正完高度計後 坐在左側的副機長覺得 飛機離機場這麼近 高度不應該離地面這麼高 於是他取消了自動降落系統 進入垂直速度模式提高下降率 機場內開始出現了低於下滑道的警告聲 但機師沒空理會 因為跟著警報的響起 自動油門也跟著斷開 這高度高了吧 自動油門斷了 能接上嗎 接不上壓 我先執行檢查單吧 降落燈 燈放了 起落架 輪放下了 三顆綠燈 擾流板 擾流板 浴衛 北航六勾動腰 本場能見度1500米 剛才有一團烏鴉過來了 再跑道 頭霧可能比較濃一點 明白 這時候 駕駛艙內傳出了Pull Up的近地警報聲 貼行機組高度過低要拉起飛機 但駕駛艙內四位機組 沒有一個人聽得懂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聲音啥玩意兒 我也不知道啊 Pull Up什麼意思 Pull Up怎麼回事 小心點 先發現問題的是機械師 提醒高度太低 但副機長 茫然著看著自己的高度計 認為是氣壓高度計出錯了 高度高啊 氣壓高度高 比賽 比賽 機長這時候如夢出行 趕緊設定自動駕駛 將上升度設定至每分鐘800英尺爬升 飛機短暫停止下降 開始爬升 但是沒過多久 飛機漸漸不停使喚 副機長發現 他怎麼拉操縱桿 就是沒辦法讓飛機爬升 副飛 副飛 我拉不起來啊 怎麼回事 注意咯 注意 飛機機翼 插裝到了電線桿 最回在距離機長2.2公里處 駕駛艙的四位機組以及八位乘客不幸遇難 事故發生的原因還要從修正高度計說起 進場時修正高度計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修正場面氣壓 一種是修正海平面氣壓 而烏魯木齊的管制員說道 北航六溝動腰場壓九四七百帕 高度表波正直腰動兩四百帕 場溫伏三度 地面進風 向西落地 明白 管制員只說了場面氣壓 並沒有明確表明海平面氣壓是多少 而高度表波正直只是一個概念 有說等於沒說 這使得機組開始亂套了 長壓到底多少 腰動兩四 不對 腰動兩四是修正海壓 北航六溝動腰 長壓是九四七對吧 對的 儘管姿力教身的機長糾正出了錯誤 但副機長並沒有改正 他仍然將場面氣壓改成了1024 這造成副機長遮測高度計的高度 比實際高度還要高了2128英尺 雖然高度計指針錯誤 但也不至於擊毀人亡 甚至這時候機組雙手一放 什麼都不做 也能夠安全落地 但副機長看著錯誤的高度計 他認為高度過高了 沒有先跟機長確認過 就自行脫離自動交用系統 手動提高下降率 飛機開始脫離下滑道後 警報聲刺漆比落的響起 因為警報聲響起 自動油門也跟著斷開 機師們之前都是開俄國飛機 聽得懂俄語卻聽不懂英文 駕駛艙內四位機組 竟然沒有一個人聽得懂 警報聲是什麼意思 他們不斷嘗試重新連接自動油門 浪費了一分多鐘的時間 直到機長也發現不對勁後 決定開始重飛 復飛 復飛 我拉不起來啊 怎麼回事 注意高度 飛機開始爬升 但因為自動油門已經斷開了 機組又忘記夾到油門 引擎退力不足以讓飛機爬升 終於導致飛機次數墜毀 這聲音啥玩意兒 我也不知道啊 Pull Up什麼意思 Pull Up怎麼回事 小心點 Nacht